一大早来了三个做头发的 已经全部开始豹满了 越来越忙了 下午两点钟了 店里现在有六七个头发在做 忙到两点钟了 现在吃中午饭 店里做了一店的头发 今天中秋节还是挺忙的 下午两点半了 店里全部都是顾客 都是做头发的 全部都是领座 没有拿来 看到这个店虽然二十分钟了 但是看上去非常忙碌 这种感觉 现在都太好了 看到这些人 就好像看到前面这样子 里面全部都在做头发 都是美女 今天都干了十个 抗然了 这个店铺 被我把它设计的非常的吸引顾客 也很吸引胖然 所以说店里面做头发的客人超级多 所以说到年底可能会做头发会更多 但是地方担心就太少 太小了 怕到时候坐不过来 现在下午三点半 这个路口的话也不是特别多人 但是店里的客流量还是很大的 因为这附近全部都住在住宅区里面住了很多人 包括这些全部都是公寓 都是南山 福田那边过来这里的 因为对面这个就是地铁口 所以说人气还是很旺的 因为到晚上的话 可能就人更多一点 下午三点钟了 才是这么忙 晚上六点钟了 这个路口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因为今天不上班 很多人睡得很晚 或者是出去玩 现在回来了 晚上接着大战斗 晚上七点钟了 又来了两个超红花的人 现在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店里有一个帅哥在剪头发 今天总共做了十个大疼 业绩做了三千多块钱 差不多快四千了 真的是这个店二十平方 没想到爆发力这么大 刚刚跟我老大在这里聊天的时候 他都说根本都没想到 我记得一天做一两千块 已经很满足了 平时做千万块钱都已经很值得 没想到能做这么高的业绩 如果到十二月份年底的话 哪一天做个五六千 都没问题了 店别看小 但是做起来还是很快的 主要像这样子的位置 这么大小的这个地方 黄州又这样子的 真的是很难找 所以说找到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所以说我大哥今年的财运好 这个事还是有原因的 今天而且下午停水 停了四个多小时 在楼上去提水慢慢洗 不然的话今天业绩可能做的会更高一点 因为没水的话 速度搞不起来 客人的话也做不了 这两天虽然很累 但是也很值得 在这里上班 法行师百分之五十几成 今天我一个人的话 光提成工资的话 做了七八百块 昨天的话做了四五百块 在这里挣钱还是很容易的 一个月 法行师能力强一点 一个月能赚一万块钱的工资 所以说还是干得很带劲的 搞得我都很兴奋了 分不分钱都无所谓 主要是工资都赚得老高了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喜欢小气点个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